第一個就是說雲端上面的相關資料 我會把它放在這個雲端上面的連結 當然它這邊可以切換就是它是清單檢視 或者是說它可以用像圖形 我是建議你這邊可以切那個所謂的那個清單檢視 那裡面的話包含就是說範例檔案 所以待會的話第一件就是填完問卷之後 請各位幫我下載這個範例檔案 那範例檔案原則上都會放在雲端上面 你們就把它下載解壓它是一個VIP 然後解壓縮之後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呢 解出來之後就會分類 基本上我把Excel裡面的函數分成五大類 當然不是只有這五大類 不過我是覺得這五大類算是最重要的 那基本上我們按部就班 把這五大類函數逐一跟各位做說明 所以今天的話也許你可以 先開啟那個文字函數裡面的文字函數 打開之後的話呢 那裡面有一些相關問題 要請大家試著做做看 比如說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把這三個欄位裡面的資料 把它串接成一個手機的號碼 那規則的話就是0911 然後這邊有一槓 一個減的符號 一個減的符號 然後再加上呢 它的區碼跟它的末碼 不過呢 如果字數 假如說不足三碼的話 那你就要自動幫它補零 所以這邊是要084 007 假設這三個要變成一個手機號碼 那當然不是叫你圖法鏈鋼去做 所以這個地方當然第一個你要先知道說 怎麼樣去做串接 所以串接裡面的話 可以用什麼and的符號 and嘛 比如說 這邊可以輸入等於 這個09 然後呢 這個裡面的資料 再一個and一個減的符號 然後呢這個後面 84 可是問題要補幾個0 你可以用len去算說這裡面有幾個字 比如說兩個字的話 有沒有len就算這裡面幾個字嗎 兩個字 然後呢我總共要三個字 所以你可以用3去減掉len的結果 等於1 然後再利用rept去 什麼 重複幾個0 比如一個0的話 那你可以用rept 如果以這個是一個字嘛 如果3減掉1 那就是吧 兩個字嘛 那你再用rept去產生幾個0的意思喔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呢 第一個問題是 你要怎麼樣可以快速的完成這件事情 裡面當然在Excel裡面 最常被用到的當然就是用公式 有沒有 所以你要必須 在公式裡面 引用我們對應需要的函數 ok 當然呢這個地方也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ok 也就是說 不是只有一種解法喔 其實它可以有很多種解法 那你可以想想看哪個方法最快 但是如果你覺得這個方法不夠快的話 另外其實我們還可以把什麼 把上面的箭頭這邊點下去 你可以看到這個上面的箭頭 有個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有自訂功能區喔 那請各位可以把自訂功能區 右手邊這邊有個開發人員打勾 ok 那為什麼要打勾 自訂功能區 這邊有個開發 因為呢後面如果我要加快 我的 處理速度的話 那通常會需要什麼 比如說我這件事情每天都要做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按確定之後 可以利用開發人員裡面 很常被用到的 如果你重複做的話你可以把它錄製聚齊 然後再利用聚齊把程式叫出來 那其實聚齊本身呢其實就是VBA啦 ok所以 後面的話呢 我們會從什麼 從函數 再到VBA 但是我不會一下子 馬上就直接寫成 因為直接寫成對同學來說太難了 ok 那當然以後最好是什麼 你可以變出一些按鈕 比如按鈕按下去 這件事情自動完成 有沒有那當然是最好的 可是要怎麼做 我想我們就是按部就班 逐步的讓大家有概念之後 慢慢再提升難度 不會一下子就講得太難 ok 然後所以 待會呢 主要是完成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幫我填寫那個 就是 線上的這個問卷 問卷部分 那這個我看目前已經有五位同學填寫 問題在這邊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下載那個範例檔案 這個因為是壓縮檔把它解壓縮 再來就是開啟第一個 這個練習檔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找一下我剛剛講的開發人員 這個開發人員也許你可以先把它打開吧 當然顧名思義 你想說為什麼 什麼eSale裡面不直接乾脆把開發人員打開就好 為什麼我們還要手動把它打開 當然 可以理解啦 因為 開發人員這四個字 當然不是一般 不是叫一般人員 叫開發人員顧名思義就是 這個時候呢 也就是本來 eSale裡面沒有提供你某個功能 那你可以 自己呢 客製化你要的功能 常有同學問說 老師有沒有什麼函數可以做到什麼效果 我常講說裡面沒有啊 沒有怎麼辦 你就可以用 開發人員裡面的VBA 自己去把它寫出來 然後呢 你可以把它變出很多按鈕 當我按一下這個按鈕做什麼動作 甚至呢這個按鈕 可以把很多個動作全部串在一起 也就是說呢 甚至之前有同學 這個早上的事情 包含最後產生報表 產生圖表 全部都串在一起 然後呢自動就完成了 包含什麼 取得資料 取得資料是從ERP 從資料庫 甚至從網路 從雲端 抓資料進來 有沒有 然後呢自動產生它要的動作 然後最後把它需要的報表 自動產生 自動看要分割 以Sale也好 或者是要合併都可以 最後再產生那樣的結果 那其他一個早上的事情 全部都完成了 那剩下要做什麼 所以他就很輕鬆了 早上就沒什麼事情 OK 當然呢 我問他說 那你們老闆知不知道 他不能讓老闆知道 老闆知道 他就給你更多的事情 OK 那當然呢 主要我們是希望能夠提高工作效率 那當然你應該知道的 這個功能 那你就把它熟悉 所以第一件事情 請各位先把它完成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後面的課程介紹 畫面 我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這邊 停止 那那個網址部分的話 在這個 gg.gg 然後 我剛剛在那個 可能有些同學是比較晚加進來的 我再貼一次 剛剛的這個 網址的話我又把它貼到那個 我們你們的那個 Google Maps上面的 右手邊 有個通話中的訊息 那你可以看到 GG.gg 那個 Excel VBA Form 跟那個 GG.gg 斜線 Excel VBA 後面三個 一個八 OK 那那個 檔案下載 的這個 雲端連結 請各位務必要把它 記下來 看你要記在 你的那個 這個是記事本也好 或者哪裡 先把它記下來